方圆 未归的交出春秋蝉 我给你个痛快 方老魔 你不要妄图反抗了 今日我们正到各大派联合起来 就是要踏平你的魔窟 这里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这次你已插翅南非 方施主 你为了炼成春秋蝉 牺牲了无数生灵 还请方施主放下毒刀 归依我佛 魔头 三百年前你侮辱了我 夺走了我的清白之身 你把春秋蝉给我 我可不参与此事 方圆浑身浴血 环腹四周 只见群敌环四 早已经没有了生路 大局已定 今日必死无疑 不过即便死亡将临 他仍旧是面不改色 神情平淡 青山落日 秋月春风 当真是朝炉青丝目成雪 是非成败转头空 他本是地球上的华夏学泽 机缘巧合穿越到这方世界 辗转颠簸三百年 纵横世间两百余载 五百多年光阴悠悠 却是谎言极适 终究还是失败了 方圆此刻有些感慨 但却并不后悔 这种结果 他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所谓魔道 就是不修善果 只求成道 天地不容 举世皆敌 若刚炼成的春秋蝉有效 来生还要做邪魔 大家小心 魔头死到灵头要反空啊 夜已经深了 但青茅山却不黑暗 一座座高脚吊楼 闪着微光 而这正是坐落在青茅山的古月山寨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一眨眼 一年就都过去了 爱 希望有假等资质的少年出现 我们古月一族 已经有三年 没有这样的天才出现了 不错 白家战熊家战 这些年都有天才涌现 尤其是白家的白宁兵 天资真是恐怖 不过今年参加 开窍大典的少年礼 也不是没有希望 听闻方之一脉 出现了一个天才少年 三月能延 四月能走 五岁时就能做事送赐 聪慧异常 不错 他近些年创作的 将近九两周辞 我也听说过 真是天才 他们担论地 应该施方家职字 方云宝 牛市职字 车曲 家庚子职 浩森 北宴 意味低 不能活跪宁兵 康衡 据位 时候不照料 为了明日地开窍大定 今晚浩森休息 古月山寨 这是五百年前 看来春秋禅真的起作用了 春秋禅的作用 就是逆转时光 在十大旗鼓排名中 能名列第七 自然非同小可 简而言之 就是重生 五百年的经历 真像是个梦 但他却清楚地知道 这绝不是梦 传说中这个世界 存在着一条光阴之河 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流转 而利用春秋禅的力量 就能逆流 而上回到从前 然而对于这个传言 几乎没有人当真 因为每一次使用春秋禅 都必须付出生命 将整个身躯和所有的修为 全部献祭 作为驱动的力量 就算是有人得到了春秋禅 也不敢乱来 万一传闻有假 只是个骗局呢 若不是方元 走投无路 也不会这么快 就使用它 不过现在 方元是彻彻底底的相信 只是可惜了 这个好谷 当初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炼制出来的 人是万物之灵 谷是天地之精华 谷千奇百怪 数不胜数 有的谷用一次 就会彻底消散 而有的谷可以重复使用 不过就算是没了 也可以再炼制一只 而且自己还有500年的记忆和经验 记得许多 现在还未开启的宝藏 记得一个个大事件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 还是要先开启远海 踏上古师的修行之路 才有力量自保 哥哥你怎么站在窗边 淋雨啊 是你啊 我的孪生弟弟 明天就是开窍大典 哥哥你这么晚还不休息 旧父旧母知道了 恐怕会担心的 哼 担心 他记得很清楚 父母死后 旧父旧母以抚养的名义 霸占了双亲的财产 本来作为穿越众 还计划着韬光养晦 但是生活的艰辛 让方元不得不展露一些才华 就这样 旧父旧母再也不好苛刻 自己和弟弟 随着年龄越大 前途越被看好 在雨也跟着增加 不过这并非是爱 而是一种投资 而自己的亲弟弟 却没看清这个真相 不仅被旧父旧母蒙蔽 还对自己埋藏着怨恨 别看他现在这样乖巧老实 记忆中被测出甲等资质后 被家族大力培育 隐藏的仇恨极度 都释放出来 可没少针对打压过 自己这个亲哥哥 一胎双胞 哥哥资质只是平等 却独享天才之名 十几年弟弟默默无闻 反而有着甲等天资 开窍的结果 让族人大跌眼镜 也让兄弟俩的处境待遇 彻底颠倒 弟弟如卧龙升天 哥哥似凤处落地 恨吗 房源前世恨过 恨自己资质不足 恨家族无情 恨命运不公 但是现在 他以五百年的人生经历 重新审视这段历程 心中却波澜不惊 没有一点恨意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本来就是这世间的本质 五百年的经历 早就让他看透了这一切 心中唯有长生大道 我知道了 你退下吧 好的哥哥 那明天见